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和大家看看港股现在最新的走势 见到港股低开57点之后 跌幅省微扩大 现在跌90点 报21,207点 至于国企指数跌68点 报8,959点 今天内地股市是继续假期优势 这一节和大家看看焦点消息 继续请来Stanley和我们分析 Stanley 你好 我们谈谈焦点消息 都影响大市 因为腾讯方面的消息 就说他打算全距增购芬兰的游戏商 Supersell开发的一个战争模拟手机游戏 叫做暴洛冲突 Clash of Clans 就热爆全球 相信大家都不会密身 对这个名字 因为之前地铁当时 都见到它大卖广告 压来阿里巴巴和腾讯 两家公司是争相抢夺 现在盛传腾讯 是和Softbank 初商收购Supersell股份 这家分团公司 因为之前它的股值 已经升到90亿美元 大概705亿港元 高于原本预期的50亿美元 就是Softbank 那时原本是持有51%股份 现在就增加到73% 成为最大股东 所以腾讯如果要买的话 都会和他买 但先和Stanley看看 其实Supersell的前景 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估值不断被市场提高 好像之前那些手机游戏 譬如Candy Crush 上了市后 好像都摔下来 这些游戏会不会 前景一般 其实就好说公司 本身有没有一个 叫做一些游戏的延续性 因为为什么 你可以说任何一间手游公司 最希望就是 可以有一款游戏 可以说是风行全球 今次Supersell 是做到这个效果出来的 因为至少你都可以说 这一款游戏 中文叫Po 应该是暴落冲突 基本上 真的 我觉得 可以说是挺受欢迎 还有大家之前 在很多的 运输工具里面 都会看到很多 叫做广告 甚至电视也是 你看到公司 亦都是 带上广告之外 都希望多些人认识 多些人去玩 而事实上 一间手机公司的股市 最主要就是 究竟那些游戏 能否为公司 带来一个 比较丰厚的收入 我想 如果是这一款游戏 应该也做得到 但问题是 通常这些 叫做洗油公司 最大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 一些其他 后续的游戏 可以延续了 这个强势 因为你看回 好像当年 Angry Bird 为例 你真的得到 Angry Bird 那时 那个游戏最受欢迎 兼且 那些人是愿意 付钱去玩 如果大家没有印象 当年 Angry Bird 你要付一元的美金 你去买这个游戏 才能玩得到 你真的可以说 这个游戏是 赚到钱 但之后 除了Angry Bird 之后 有没有一些游戏 有没有游戏 可以继续 赚到钱 其实好像 也不太 所以你说 这类的洗油公司 最主要是 究竟有没有 一个很强劲的 开发的团队 以及有没有 一些游戏 可以延续倒下去 当然 现在 还可以说 是一个 比较初步的情况 因为 严格上来说 这款游戏现在 还是很受欢迎 但也不要忘记 在手机 手游市场里面 基本上 变化可以很快 而且 如果你假设 这款游戏 可能过了三五个 星期之后 可能开始 不太受欢迎 那你有没有 一些新游戏 可以接力 这是比较关键 所以 在手游公司 这个版块里面 其实 你真的可以说 都挺残忍的 可能你说 现在 从事手游公司 手游公司的数目 可以说 是有数以十万计 但是 跟别人说 每一个月里面 单单你中国那边 和那些游戏的上榜 即是上架的数目 都可能是数以百只 但你怎么可能 在那么多的游戏里面 可以脱荣而出 都好看回公司 有没有一些 可能你说 港外宣传 游戏 有没有控制 可以玩得比较久 这些因素 但是通常 商户公司那边 你见到 情况就是说 可能十间里面 可能只有一两间 是真的可以说 是赚到钱的 Supersell 可能是其中 可能 是其中之一间 但是 估值又没有 如果你假设 之后的时间 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游戏 可能延组 这个强势的话 可能收益的回报 都真的可以说 会很丰厚 是的 Stanley 也提到 手游市场竞争 相当之激烈 也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如果是新的出现了的话 很容易淘汰了旧那批 现在暂时来说 Supersell 拥有1亿个活跃用户 2.5亿个游戏内社群 而且拥有庞大的海外用户 游戏翻译了13个国家的语言 腾讯 因为都看重了这一点 以及刚才也提到 竞争这么激烈的手游市场 所以他们都不断要 要吸纳一些新兴 第一季 腾讯的游戏 按年增长28% 到170.9亿人民币 当中手游的收入 增长87% 市场都被目标价 看到192元 就是因为手游 这方面做得相当之好 如果相信成功收购了Supersell 相信可以为腾讯 再增加股值向上忙的空间 应该可以继续破顶 但刚才Stanley也提到一点 就是现在他们和Softbank那边的谈判 是一个很初步的阶段 如果现在股价再价格 是否言之过早 其实腾讯今次这一着 我觉得也是有啟示 是什么啟示 刚才提及到一个好的点 就是说 其实这一家Supersell 本身有一个很庞大的用户群 而的而且确 腾讯也是 腾讯你想想 他现在可能在QQ 和微信那边的用户人数 都可以说是以 几亿的人去计算 所以意味着 其实你说公司本身 要靠什么方法 去再装大这个用户群 我觉得都要靠一些 叫收购的部署 兼且就是说 可能现在基本上 可能你说 微信和QQ 很多用户都还是 内地的消费者 你要打出去 外面市场 都一定要靠这些收购 所以变成了 当然你说今次 这一单的交易 都可能是属于一个 比较初步的阶段 但是我相信 以腾讯现在的部署策略 假设 他只是想 可能是充足 这个叫做 国际市场 这一步 这些叫做 对外的收购 或者对外的收购 都可以说 在所难免 明白 刚才都说过 现在暂时 Supersell股值 已经升到 大概702亿港元 即90亿美元 计算Softbank 增持到 7成3的股权 如果他买了 这个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 大概500多亿港元 你觉得腾讯 如果用这么大笔资金 去收购这间公司 有没有一个 集资的压力 其实腾讯本身 真是不缺钱 甚至乎 你也可以说 公司要集资 以现在公司的实力 应该就很容易 因为 如果你看看 公司在之前的时间 都有个 今年2月左右 2、3月 4月份的时间 公司都和很多银行 其实初心说 一个20亿的银团贷款 但因为反映太好之下 其实现在最新 这个银团贷款 可能去到多少呢 是四十几亿的 你反映现象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 可能傾向于 这些人 一来就可能 现在银行和比较松 而且你又 以腾讯这些 这么大间公司的 规模来看的话 这些借钱给他 都相对比较放心 所以你见到 大家都很愿意借钱给他 可能做很多的收购 甚至是那个发展 所以我想 钱方面 对于腾讯来说 又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问题 反而另一方面 就是说 今次这个收购 究竟买完回来之后 是否真的可以回到本 因为不要忘记 你现在这个收购的作价 甚至乎 那个金额 不是小的 你有没有信心 可以去归本 这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就是刚刚提到 如果你现在设计 一个向外厂的心态 的话 而且这个金额 对腾讯来说 又不是 占比不算很大 我觉得腾讯都会愿意去试一试 Danny 照你这样看 这宗消息 可以帮腾讯的股价上网多少 我想帮助又不是这么大 因为为什么呢 腾讯的股价 现在一来已经 又再破顶了 也是 破完顶又好像下了一点 而且就是说 始终这个交易本身 我也是觉得 似乎是公司想 试一试外面的市场为主 真正的帮助大不大 现在都真是 很难去预计 但只不过到这些位 都是那句 有货的 就先拿着 你又没有货 现在追不追 就不会追着的 都是等下 好 明白 多谢Stanley你的详细分析 和他做分身部 刚才说过的腾讯 我记得你有持有的 是有的 好 多谢你的分析 Yosef 鎮 进来有即使攻略的幻子 待会再见